而魏家四兄弟呢 这个感情非常好 你看到很多场合 不管嫁女儿娶媳妇 大家都一起出席 连住都住在一块 大家一起买地宝 那么现在呢 魏军董事长魏英冲 深陷风暴当中 那么大家很怀疑 这三兄弟 以他们的关系 难道不知情吗 在法律上来看 如果是知情不报的话 不排除要进行约谈 都有法律上的责任 现在根据了解 三兄弟为了抢救魏英冲呢 可能考虑要付出 更高金额的赔偿 如果证据确实的话 三兄弟可能会 想要保住其他的事业 会不会跟魏英冲进行切割 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我们这边可能 麦里退车 顶行大董魏英州 骑着三轮车 二董三董四董 在旁边帮忙助力 领着魏权老字号招牌 集团举办运动会 四董骑行团结 看得出感情相当浓厚 但黑心油事件 不止重创魏权形象 现在看到老三 魏权董事长魏英冲落难 其他三兄弟心里着急 到底顶星油品参杂 大同又知不知情 如果说魏权集团的 魏英冲先生 他涉及了诈欺 那顶星集团的董事长 也就是他们家的 另外一位兄弟叫 魏英交的 应该也要涉案 人来人往台北101 最大股东就是顶星魏家 而他们四兄弟呢 也几乎每天 会一起来这里办公 台北101 可说是顶星最大办公室 事发后传出魏家四兄弟 就在85楼秘会协商 进行危机处理 毕竟魏家四兄弟感情非常好 除了要一起工作之外 就连家也要一起住在豪宅地堡里 顺着外传 六号魏英冲 交保后回到地堡豪宅 和其他三兄弟 再度协商对策 毕竟老三魏英冲 恐怕因为知情不报 深陷官司 感情交好的 其他三兄弟 会不会也知情不报 检调不排除 进行约谈 他们全家不是什么事都在一起吗 连结婚呢 孩子结婚都要在一起 然后买地堡都要住在一起 如果他们都不知情的话 他们就不是那么 这个过去所展现出来的 这么优秀的 胸有地公的一个大的集团 魏家四兄弟 手足情深加上失业体 环环相扣 为了避免黑心油 延烧到大陆失业 还有刚起步的四居 魏家抢救魏英冲 必定十万火急 记者王聪汉 春宁台北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